目前的觀察就是說 其實內閣 其實平常也換得不多 二十九個留任 那我覺得重點是 過去被國民黨批評的那個蘇貞昌 霸氣 國民黨也是很妙 蘇貞昌在的時候 你們叫他下臺 那現在霸氣你不喜歡 現在來了一個溫暖的 也被你們罵 所以我說正常來講 國民黨罵是很正常 但我們說大過年 還沒元宵節前 大家還在過年 就講點很多 講好話 對賴清德來講 真正重要的是未來的三個月 就是說這一批新的內閣團隊 不管是留任的或是新任的 他們的執政風格 還有他們能不能回應 第一時間的民生經濟 我覺得這塊非常重要 因為你能第一時間的回應民生經濟 你這個穩定的起來 因為當然他這個內閣 你說很多派系共識什麼 我覺得有沒有共識都是其次 重點是他能不能第一時間 去回應這些我們講的民生經濟 你能傾聽民意這個東西 他不是他是溫暖內閣 他也不是戰鬥內閣 可是他的所作所為 會影響到賴清德 這個民進黨黨主席 以及未來可能的這個總統候選 因為老百姓 最直接感受的是政務 對 他對於黨務 老百姓感受不深 沒錯 所以這兩個之間 他現在是掌握了黨機器 可是最重要的其實是政務 這一塊 因為你跟主持人剛剛講的沒錯 那個黨務的東西 民眾是感覺不到 那是選舉機器 可是重點是政務的這一塊 如果你做得好 民眾的感受好的時候 那個對民進黨才有加分 但如果你這一塊 如果沒有辦法繼續讓民眾有感 有感的話 那他就會變成是就卡在那邊 那有人會說陳建仁 是什麼蔡英文的傀儡 什麼蔡英文在後面指使 我覺得這也是很好笑 過去蘇貞昌在你說蘇貞昌蔡英文管不到蘇貞昌 那現在來了陳建仁說蔡英文整天管陳建仁 阿包林到底怎樣 就是做什麼 做什麼你都可以嫌 所以我覺得重點是 我還是在觀察就是說 那因為賴清德賴清德很謹守奮計 就是說他雖然他現在是黨主席 他沒有辦法去插手到政務 雖然這個政務跟他的黨務是非常重要 可是賴清德就是一個謹守奮計的人 在內閣團隊還沒上任之前 他不會有任何的意見 他不會有去直指點點 那將來就是透過他民進黨中場會 那也許大家黨黨有一些想法 那政務的這一塊能不能進去推動 我覺得這個才是大家在觀察 那至於在批評這些 我最後再講一件事 最近最紅的就是江儀化 明明院長是陳建仁 大家來講江儀化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江儀化是馬英九任內的 行政院長也是內政部長 抱歉他是戒調來的 第二個國民黨有人說 沒有當過中央民意代表 沒有當過部會首長 就只統領三十萬的小城市的林佑昌 就可以來接掌內政部長 你憑什麼 那我問你江儀化 憑什麼當內政部長 憑什麼當行政院長 所以最後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國民黨會批評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找不到毛病 陳建仁就沒什麼好講 人家就是大人哥 就是溫暖的聖光 所以你找不到洞去罵他的時候 你只能去抓這些資偽莫節的 所以罵過頭的結果 民眾的感受會 如果萬一他真的人家團隊就做得不錯 未來的三個月決勝 國民黨到時候自打嘴巴 所以國民黨害怕的是他們 他們的回應民意的速度夠快的話 那這個反而對國民黨的 原本以為他們垂手可得的中總大會 可能還會有影響 人舉 其實除了回應剛剛那一段以外 因為小英總有特別有提到 這次的那個 他說政府團隊已經全面檢討改進 也就是說這次的改組 不管怎麼樣 當然要延續政績 就是那個時候為什麼敗選 回應的民意不夠快 或什麼什麼時候 他說已經全面檢討改進 所以要把臺灣顧好 類似這些 像這樣的話 是不是做到解答你剛才的疑惑 這個回應夠不夠快 不是我們現在他說快 我覺得不夠快 這不是我們各說各話 那個真的是必須要有事件 上面去做驗證 比如說剛剛提到陳其中 這個都可受公布 你在農業縣裡面 這次的選舉裡面 多少農民他後來願意投票給你 那個民進黨傳統的得票的大限 在這一次二零二二的選舉裡面 他就是得票狀況不好 所以現在要說服的其實不是說 我今天換了一個內閣 或換了幾個人 因為你如果真正回來看的時候 他真正有去做的這個比例 也不過就七個 就我剛念的那七個新的手掌 其他都滾的 那你現在告訴我講說 他是他是OK 那你要拿出一個東西來證明 重點不是在我們覺得怎麼樣 而是你有沒有辦法說服你的選民 最少在二零二二的這一戰裡面 你沒辦法說服 我不去批評陳建人 是我剛強調就是說 這個阻隔的這件事情 是本來大家在過年前就都已經知道 那只是一直在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 那後來突然覺得說 還是他大家會覺得說 你何必演這一出 但我覺得因為剛剛博毅一直在提到說 好伯春的精神 我認為這個東西要給正確的資訊 好伯春不是因為當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才辭掉他的陸軍一級上將 是他接任國防部長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求必須要由文人來做 那你那個時候也不是說他停掉了之後 他就永遠沒有這個身份 不對他那個有一點有一點好 你要用文法文的講法 就叫留職停薪 因為等到他卸任行政院院長之後 該給他的遵從跟禮遇 他一樣是恢復的 這個我覺得要講清楚 他跟陳建人這個狀況 基本上不太一樣 所以你今天講說 因為他有崇高 那是他的選擇 因為我們的文官體系就是這樣 那你如果今天講說什麼月退縫 或怎樣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正式的修法裡面 你只要是軍職這些退下來的 你擁有月退跟憂存的部分 你只要轉任政府的公職 或者增付政府捐助比例 我記得是二十趴左右 你就必須要擇一 也就是如果薪資超過三萬四千多塊 不好意思 你前面都不能理 所以就會有這種選擇 我認為把這件事情拿來 跟陳建人比較 我就不太知道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事 可是我回來回答 就是說現在大家回來看的 其實是今天這個內閣 他今天穩定下來之後 他想要穩定什麼 多數人認為 就連民進黨都認為說 一開始認為這一次的內閣改組 他接下來應該要屬於 所謂的戰鬥內閣 更講白點叫做選舉的內閣 因為他要看的是民眾 能不能在最後這一年裡面 把原先對於民進黨執政 失去的那個信息 能夠拿回來 那你今天多數留任的 這一些官員 你們用一句話來講說 他們都做得好 我沒有意見 因為這是你的說法 這是你的選擇 你說在國防兩岸外交 我們很早在節目裡面 我就講過 我說你要換這三個人的話 你要告訴人家講說 他到底是做得不好嗎 是他覺得國防不夠硬 所以你要換他 因為那時候一直在傳 說什麼可能國防部長也會下 那個什麼吳釗燮 還會去駐美 吳釗燮 請要不要互掉 看來都沒有 唯一總統職權裡面換掉 就是陳明通 那我認為那個其實就是政治上面的 要求他下台負責 那這個也沒有什麼好爭論的 所以我們回來看就是說 現在整體的這個內閣 其實對於民進黨來講 他到底是怎麼去看待他 我認為如果今天他保有這個 舊的這樣一個體制 那你原先要推動的東西 到目前為止 你並沒有看到這一些 多數竟然把希望記制在副手身上 所以認為我因為把這個新的人 放到副手裡面去 所以這個內閣就氣象 形象為之一新 那我也講實話 振的都這樣了 你說副的就能夠把那個 我覺得那有一點就是硬把它加到這上面去 所以對於民進黨來講 他現在真正的困難 其實來自於是你明天上任完了之後 你接下來最短 我們都講三一百天 三個月之內 你拿什麼去告訴大家講說 我今天這個內閣 其實是有在回應人民期待 如果這個沒有 你再怎麼包裝 溫暖也好 溫柔也好 堅不堅任 那不是我們care的 因為你只要挺在那個位置上 講白一點 當時國民黨批評的說法 就很簡單 這個可能王世堅都講過 你如果真的要走 也沒人留得住你 你真的不想走 人家也拉不掉你 所以這現在看起來 問題就其實還是 怎麼樣叫做回應民意 他不是民眾怎麼告訴你 而是你怎麼去做給民眾看 OK